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最放不下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华联乡亲 让华联共好是她一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志业 华联县长傅昆琦的太太徐臣为替先生亲情喊话 呼应傅昆琦脸书贴文 傅昆琦入肩前在脸书上列出自己十四大政绩 协下持续关心乡亲服务不会打烊 毕竟现在还是立委身份 代指入肩服刑薪水昼礼 虽然强调自己会捐出去 但要如何在监狱里继续立委工作 会住在几人房中 花莲监狱也还要再讨论 目前的情谊是它里面还在做一个木浴更衣 紧衣的SOP 木浴更衣之后就要送到隔离房去隔离十四天 就是以后为了的就业到时候会经过我们调查 分配文会来做个开会的作业决议 傅昆琦因为缠送二十多年的炒股案 终于定宴入肩 至少要待一年多才能假释 该怎么在监狱中继续为民发声 恐怕才是花莲市民最关心的事 小铃权判刑话 吕燕朱树军 花莲报道 浓洛 末洛